1到9 1到9 那我需要是 当我 就是 这个是 放前面 好像是有考过 一个叫乘数 一个叫被乘数 然后有个结果 前面好像是什么 前面是 是不是乘数 还是被乘数 后面是一个 乘数反正就是 两个相乘的结果 OK 所以之前有一个国小的 国小的一个题目什么 买了几个几块钱 到底 反正 到底哪个放前面哪个放后面 其实说真的 我那时候稍微 Google一下有维基百科有看过 我记得 但是你说叫我现在我又忘记了 所以连小学生 小学生要考这个 实在是 有些时候就活了 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就是 上面的摆前面 下面的摆后面 那比如说我今天需要怎么样 我给他一个公式 我希望向下填满就OK 特别注意 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会有个问题发生 什么问题呢 他所有的列号 都会怎么样 都会增加 也就是说列值的就是数字 数字会增加 所以如果我不希望他增 如果我 希望他增加的话 比如说我这地方是 固定是在 B 的 这个 对不对 所以记得怎么样 把 第一列给锁起来 所以你看到一列的地方把它锁起来 把一列 对不对 那你 前面习惯是按F4 不过我建议你慢慢 要把F4 蓝列的观念把它拆开来看待 就是我固定呢 B B1的这个 第一列这地方固定 所以我把什么 E的地方把它锁起来 锁E就好了 不要锁 B不用锁了 那E的地方把它锁起来 那这样的话你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 你向下填满 你发现 有没有 就 OK的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第一列固定住了 那我的 A1的后面 本来是A2 那我向下填满的话 应该变成A3 那因为向下填满 我没有锁 锁2的部分 所以它下来的话 会变成3 那E还是固定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指的就是 向下填满的列的部分 可是如果说我希望 向下OK 向右也能够OK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不OK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如果你向右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要看到是蓝 那哪一蓝不能跑呢 A蓝的部分不能跑 因为我这个地方向下 向右的时候呢 我一定固定都是取什么 取这个A蓝里面的值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希望向下 OK是锁 第一列 第一列在这里 然后如果你今天要向右OK的话 那你要锁A蓝 A蓝 所以把A蓝的部分把它锁起来 A蓝的地方把它锁起来 好 那打勾一下之后 我们向下 向右 看一下 放开 结果就完成了 所以这边有个技巧啦 简单分析一下给各位知道的 以后 如果你有个大型式算表 那一定会有什么标题列 一定会有个标题栏 标题列在上面 标题栏在左边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有个简单的技巧 就是 如果你希望向下 向右都一起合成的话 记得 你就看到标题列 就把标题列给锁起来 逢A 把它锁起来 标题栏 因为等一下我要向右 向右的话 那一个标题栏不能跑啊 所以逢A 锁起来 这样就做出来了 OK 所以 以后 无论哪一种 类似的状况 都可以这样的处理 都可以这样 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尤其是大型式算表 也不难记嘛 反正就看 标题列在哪里 标题栏在哪里 这样就搞定了 OK 第1个 第2个的话 当然会难一点点 第2个就是说 请各位 复习一下 不过这个稍微难一点 就是要写一点程式